之前有民众在社群媒体上发文 贴出这一张高中国文科参考书内容 质疑教材中被放入不雅诗句 让民众反问 以这样的内容教育下一代 中华民国还有前途吗 离异廉耻荡然无存 但仔细一看 这首诗终身响起时 其实是出自排完族诗人莫娜能之手 一位退休国文老师认为 诗句的解读必须要拉回当时的时空背景 并且深究诗句背后延伸的社会现象 而非前面的从字句本身断章取义 我们在做文学解读的时候 要先了解文学所处的是在背景 那么老师要用一个比较中性客观的角度 去带领学生思考 让他们去看就 那这样的问题是他还存在 或是他有被解决 或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过去 这一首终身响起时 其实是排完族诗人莫娜能 约在80年代前后所作 当时台湾社会存有除际产业 当中牵涉社会阶级 性别不平等问题 即整个父权体制下 跟资本主义结合 把未成年女性当成商品贩卖 当中不仅限于原住民 甚至更大一部分还包含非原住民族 是当时台湾社会共同的伤痕 而身为原住民女性青年的UMA呼吁 希望社会大众能借此看见 这首诗作背后渴望照亮受性剥削者的困境 甚至对这些族群衍生而来的污名化 唯有正事才能让旗舰消失 而选择将该诗作 纳入高中国文课本 补充教材的出版社回应 当初收录的原因 是为了搭配其他文章 攸关人权 女性及原住民族议题 让社会共同省思与面对 当年原住民族曾历经的苦痛经验 原市新闻 九小麦一过罗 台北市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